哇 水晶肘子粉蒸蟹 莲花鸭香罗炸 文宇仗着自己个子小 自溜钻进屋子 直奔那满是真修的石案 啊 我的脚 我的肘子 我的蟹 我的烤鸭 我的鱼 谁家的小孩这么不懂规矩 你家长辈呢 谁带你来的 宋世宇怒斥 别怕 本王不打你 告诉我 你家大人呢 我告诉你 你就放我走吗 不能放他走 这小孩如此无礼 必定缺乏管教 子不教父之苦 叫他爹来道歉 你还敢瞪我 我没爹 我是我娘生的 文锦找过来时 就看见文宇跟萧玉辰大眼瞪小眼 文锦躲在一旁 倒抽冷气 我辛苦养大的儿子 可不能被他夺走 他猛吹口哨 并用弹弓打出竹子 要刺客 保护王爷 文宇听闻阿娘的哨音 你就一般钻出屋子 好险 阿娘怕他们 我可不怕 你想让那个穿嫁衣的女人做你的后娘吗 如果想呢 你就还往前面跑 我不要后娘 我只要阿娘 那个女人坏 他打你了 没有 但他笑话我没爹 哼 没有就没有呗 我已经惩罚他了 让他下次还乱说 哼 你怎么惩罚他的 我新配的药 让他试试效果 文宇 他先惹我的 吼 你怎么这些人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